身材被講 為什麼不走心 這是事實啊 我五歲的時候 然後所以對我來說 我的人生中有兩個媽媽 睡眠幾歲 嗨 我叫煩煩 恭喜我的個人頻道 20萬訂閱 我發現我好像很少 直接就是在我的頻道跟大家聊 QA這個話題 那因為這次終於20萬了 一定要跟大家聊一下QA 除了白色情人節限定 都沒有再出過QA 那我們現在就來回答問題吧 來分享肉肉女怎麼穿搭 都去哪買衣服 肉肉女喔 其實我覺得肉肉女的比例應該是在 如果你是150公分到160公分的話 所謂的肉肉 我覺得應該是55公斤以上 算肉肉女吧 然後60公斤以下 55到60就是我現在的身材 那我都怎麼穿搭呢 我的穿搭的話 衣服我會選擇像這樣 平口 它就可以遮住我的肉肉的手臂 然後也可以露出我的肩膀而已 然後肩膀的話看起來就會好像 有所苦這樣看起來瘦瘦的 然後下面的話呢 就會是那種裙子或A字裙或洋裝類 像我覺得其實我的照片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我很常穿的都是裙子 洋裝 寬褲 固然就是超級緊的牛仔褲 為什麼我會想穿超級緊的牛仔褲 也是因為肉肉女其實不用太害怕顯現身材 因為你本來就是肉的 那你有運動之後呢 你的肉是緊的的話 其實不用太擔心 你穿起來身形會不好看 因為我覺得對自己有自信很重要 所以肉肉女的穿搭法呢 就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我都去拿買衣服喔 其實我買的衣服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嚇到欸 因為我買的衣服都很便宜 我都是去網拍或去逛街的時候逛 然後我最常逛的就是這幾間 Puffy Puffy我很喜歡是因為 Puffy它點進去那個網拍裡面啊 會覺得很貼心 因為很多女生都會覺得 網拍的model都這麼瘦 衣服會不會根本就不是 照片那一回事 然後所以我去Puffy的時候 我都會點進去看 它有一個身形的model試穿 它就會寫說它是150公分 58公斤 它穿L剛剛好 穿M合身 然後我就會選擇比對的人 然後穿起來就真的是合身或剛剛好 我就會買它推薦的size 所以這一個我覺得很貼心 然後這些 我現在講的都不是業配喔 都是我自己去買的 Puffy OB嚴選 然後 Queen Shop Air Space Shoe Shop 這幾家都是我最常去的 還有一個叫AB 在東區那裡 然後我去到店員都已經認識了 但是我就是 不管他們要不要給我業配 我都說沒關係 我喜歡自己買的感覺 原因是因為其實這一件 也沒有兩三百塊 然後就這樣買的話 你就會覺得 喔怎麼買這麼便宜的衣服類 然後都還很多人問 你就會很有成就感 因為我覺得 衣服我們這一行 貸款率太高了 你每天都要穿不一樣 不需要買這麼貴的衣服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買貴的東西 你可以買比如說帽子啊 或是包包啊 精品類的那些的 就可以再買貴一點的 OK 推薦的SPA紓壓 因為我真的很愛SPA 很愛去紓壓 所以大家才會問這個問題嗎? 我會去 月和 還有 閨蜜花園 這兩個很舒服 而且閨蜜花園的品項很多 就是它還可以做臉 到全身 然後到那個 LPG LPG就是瘦身體雕 然後它還有研盤浴 然後我私心跟大家聊一下 我平常按摩的時候 就是我還有寄那個 按摩店的號碼 所以我會去這幾間 那有一些號碼 可能它已經離職 或者是換人了 反正這就是我自己 在網路上查 或者是我自己按完 我覺得很舒服的 好 那牙齒是在哪裡矯正的? 跟牙齒美白 我牙齒是在 生活家牙醫矯正的 然後我戴的是戴蒙 就是是鐵式的 但是是新型的鐵 我戴了兩年半的牙套 如果是最近才認識我的人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牙套的樣子的照片 登! 然後我現在呢 有去做牙齒貼片美白 就是在上牌的時候有做 然後是在 衣性牙醫 衣性牙醫的醫生很帥 然後美感也很好 他幫我就是做一個 365度 零死角的微笑線 這個我先笑起來就很好看 那下牌 我下牌沒有貼貼片 所以顏色其實是有色差的 那我那個時候 其實為什麼會去牙齒矯正 是因為我去比 阿摩阿摩女團的時候 最後的最後 我被刷掉 然後其實還蠻多人在下面留言說 阿反反其實表現很好 但是顏值太差 所以我就發現 在那個螢光幕前 我可能牙齒有點亂 所以講話會落空 然後就 一人決然去戴牙套了 然後戴完牙套以後 真的沒有後悔 因為真的變整齊之後呢 整個臉 然後講話 還有發音那些都比較正常 然後重點是還有一件事 就是 咬合 你不要管美觀 你咬合 如果不好的話 其實你吞進去的東西 很容易不消化 這一點其實也改善很多 然後也比較不會餵死到逆流 什麼的 我相信如果 咬合不正的人 應該會懂我在說什麼 重點就是 你除了美觀之外 還要變健康 那我目前做那個 牙齒貼片 很多人都會問很多問題嘛 會不會磨小很多啊 什麼的 那我在一性牙醫做的時候 他不會幫我磨 我真正的牙齒 磨很多 然後 戴這個貼片到現在 從二月到現在都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諮詢 然後 矯正的話 也是生活加牙醫 都不是業配 都我自己有付錢 會想要演戲嗎 會耶 因為一直以來 我都演比較 輕鬆感的網路劇 譬如說從 反骨啊 再到 社畜時代 再到我自己演的一些網路的 短片 或者是網路廣告 都是 戲感沒有那麼重 就是不是真的要 轉換另外一個角色去演戲 還是都比較 是屬於我自己 然後再去 浮誇一點 或是再去 放大一點 所以我其實會想要演真正的戲 就是譬如說電影啊 或者是戲劇類 對我來說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挑戰 我希望 明年可以挑戰看看演戲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去試鏡嘛 因為其實我們是 YouTuber出身 如果你沒有去戲劇圈的 那一類的地方去試鏡的話 其實你也不會選上 真正 跳脫你的角色 所以 這是我明年的計畫 我明年想要認真的努力去看看 戲劇的挑戰 希望可以 怎麼保持開心 有壓力的時候 怎麼紓壓 我如果看起來 一直以來都保持很開心 是因為 如果我難過的時候 回家是 痛苦的狀態 我不會想要呈現給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就是 惡性循環 譬如說我心情很差 然後我就會影響到 也心情很差的人 所以我不想要有不好的影響 所以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自己悶下來 但是這樣子也會很痛苦 所以我就會去大吃啊 吃美食的時候 我會心情好 所以 我是吃美食 或者是去按摩 或者是去看一場電影 然後去大K歌之類的 可以紓壓 應該跟大家差不多吧 我覺得大家紓壓的方法 其實都不一定 其實有時候 跟最愛最愛的人分享 或者是抱怨 也還蠻紓壓的 所以我就覺得 有時候剛剛好 我跟樓俊碩都是比較 樂觀的人 所以我如果跟他抱怨的話 他不會被我的 不開心影響 他會用他的樂觀 讓我就是 變比較開心 忘記難過的事 然後我對他也是 如果他心情不好 我也說沒關係啊 這次沒有選上 下一次再努力就好啦 我們兩個的對話 通常有時候都是這樣 聽起來有點 就是有點太正向 可是又沒辦法 這是我們的個性 個性使然 如果有一天我們兩個都說 好沮喪喔 反而超級奇怪 所以我覺得也是因為這樣 讓我們兩個才能 一直維持開開心心的 因為我們如果像垃圾桶 丟給對方的話 對方就是會幫我們回收 不會直接也變心情不好 所以我保持開心的方法就是 分享給信任你的人 然後分享完以後 他feedback給你 然後就會比較好 因為至少你 有人聽你的抱怨 對這是我的方法 分享一下吸引力法則 因為這個我好像在那個 有一天 就是我跟壽子合照的天文 我有說 改天來分享我的吸引力法則 這個故事呢 就是我19歲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才五專 然後我看了一部 就是我們老師給我們看一部 叫秘密的電影 然後那個秘密就是在講述秘密 這本書 他在講的一個重點 就是 他吸引力法則教我們很多東西 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他要我們準備一張紙 然後你把它貼在房間門口 然後你要寫下 你最想達到的三個願望 因為那時候我才19歲 然後我就已經開始試一些 微電影啊 網路劇啊 或者是試一些廣告 MV的時候 我試了100場試鏡 我就寫下 我要在20歲的時候 試上第一支廣告 我就寫得非常的具體嘛 然後第二個 我要上台藝大 然後因為我還有考輔大的讀招 所以我就夸號 或者是輔大的讀招 因為我對自己台藝大 上戲劇系很沒有信心 因為我那時候學科太爛 果然我差0.2分 就差一點上台藝大戲劇系 但是沒有上 所以我就真的上了輔大 然後因為成績的關係 所以只分到了宗教系 可是我沒有後悔 因為我就覺得 輔大是很好玩 而且身為輔大的校友 我覺得很驕傲 雖然這個戲 現在好像倒 太少人讀宗教系 然後這個 這個題外話 然後第三個願望 我寫說 我希望在 25歲之前存到第一桶金 這一點我沒有在25歲的時候實現 可是我在26歲的時候達到 所以這一個海報寫的三個願望 影響我這輩子其實蠻大的 因為就讓我更深信 吸引力法則 這件事情是你只要想就會得到 因為那時候他有一個舉例 就是你如果出去 然後你一開車發現 塞車 然後你一直想 不要塞車 不要塞車 吸引力法則 會直接 把不要這兩個字去掉 然後他就會 一直塞車 你騙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他只會吸引到你 心裡想的 比如說我現在想說 我一定要得到這個角色 啊 我有可能得不到 因為我沒有自信 你就不會得到了 因為你有一點點猶豫 一絲絲猶豫 所以吸引力法則是給一個 相信自己完全會達到 而且有在這一方面 一直在做努力 一直在做醫生 一直進步的人 就會達到 然後為什麼我會說 我的大學同學很有感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他是我國中同學 又是我大學室友 又是我的同事 就是我們之後 有一起出社會 有一起工作過 這個女生叫 Amy 好 就這裡 然後我就那個時候跟他說 我想要當youtuber 因為那時候 我只是一個直播主 然後我就 每天直播到後面 我就發現我很想要主持 我就跟他說 那我想要自己主持看看 當youtuber看看 結果他就說 你就去做啊 我就去做 然後我就出了我第一支影片 第一天好像就 快一萬人觀看 然後我就很有自信 然後就跟他說 那我要把這個影片 投稿到台灣達人秀 然後投稿到台灣達人秀 我就跟Amy說 明天一定會直接投稿上 第二天就真的上了 就第二天我就跟他說 我覺得台灣達人秀 會想簽約我 結果馬上就接到電話 他就真的簽約我 我就這樣子 誤打誤撞當了youtuber 然後又有簽公司 所以這個故事我好像 蠻常跟外面人分享 可是因為我的頻道都沒有講過 所以我就再重新講一次 然後結果後來我進了這個地方 才認識反骨的 對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就是從直播主 然後自己做youtube 然後變youtuber 然後在因為這個公司 台灣達人秀 認識了反骨 然後又順便 那個時候同時又去比了 阿摩阿摩這個比賽 阿摩阿摩就是那個女團 大家應該知道 遇到酸民的賢言賢語 是怎麼調適的? 身材被講的反應 要怎麼樣才不走心? 其實酸民的賢言賢語 如果他們不是人身攻擊的話 我都不太care 因為我覺得酸言酸語這些東西 怎麼可能你當公眾人物會沒有 因為如果我覺得一個人 永遠都是正向的或好的留言 反而很奇怪吧 因為我覺得反而就是 每一個人本來有喜歡就有討厭 如果你一直去在意的話 你就往那個動力鑽 你去在意的人是 你去討厭你的人欸 你居然不去把你的心思 花在喜歡你的人身上 所以久而久之我就覺得 我不要再去在意討厭我的人了 我不能再把我的心思跟重心放在 不喜歡我的人身上 而不去重視喜歡我的人 在你的人身中你就會發現 這些人其實不重要 因為他是討厭你的 然後他是攻擊你的人 你如果一直去在意的是這些人的話 那喜歡你的人也會難過 那你為什麼要讓喜歡你的人難過 然後討厭你的人得逞呢? 我覺得如果再怎麼做 再怎麼完美都會有人討厭 因為其實你也會看到很多人 瘦到一個皮包裹 他只要吃一點點 吃胖了兩公斤 很多酸民就會開始說 他變好胖 他變胖 那你也想像過這個人 就是他自己心裡已經很難過了 然後你們還把他攻擊到不行 所以我現在為什麼不在意 我被講身材 就是因為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身材是有瘦過的 那我現在也很享受我胖的過程 因為我是運動的 所以我讓自己變健康 然後慢慢結實 瘦了就好 身材被講為什麼不走心 這是事實啊 我就是那麼肉 沒辦法 OK 我可以接受 但是呢 也不代表說 我不會瘦啊 所以我瘦的時候 如果大家在講說 我好瘦 我不要再瘦了 我也不會care 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們講我瘦我不會care 但你們講我胖我也不會care 因為 喜歡自己最重要 當然也要跟很多 就是很自卑沒有自信的人講 就是這個心態 有了之後呢 什麼事情都難不倒你了 下一題 怎麼會喜歡煮菜 因為 我爸他從以前是做小吃店 又開蛋包飯 一直以來都是賣吃的 然後我媽媽在我舅舅的餐廳上班 我舅舅的餐廳也開了二十幾年 所以其實大家都是做吃的 我舅舅的店叫阿虹的菜 住北投關渡的人應該都會知道 所以看著他們都做餐飲相關 所以我就會耳濡目染之下 又加上我超愛吃 所以我就愛吃就會想說 到底要怎麼樣煮才會更好吃 我就自己研究 然後看食譜啊 手機在那邊看看看 慢慢慢慢就突然發現 原來我這麼喜歡做菜 然後還有加上我如果煮菜給另一半吃 就是男朋友如果吃得很開心的話 你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所以就越來越喜歡煮 然後自己煮給自己吃 也比較健康 然後也比較知道自己 到底加了什麼調味料啊什麼的 所以就慢慢就喜歡煮菜啦 我喜歡聊天又喜歡煮菜 把它加在一起 超新廚房 就這樣誕生了 就覺得這個單元 是我一直以來做YouTube最喜歡的單元 然後其實得到的反饋也很好 所以謝謝大家喜歡 耶 我覺得我這次的那個題目啊 其實我回答都還蠻認真的 因為你們問的問題我覺得 都很認真耶 所以我就想說 好好真心的回覆你們 會不會覺得這一部片其實蠻無聊的 會不會覺得這一部片其實蠻無聊的 如果你們覺得很無聊的話 可以跳過跳到你們自己想聽的題目啦 怕你們覺得很無聊 我都沒有在搞笑耶 認識反腐的過程 喔 因為我剛剛有講我就是進台灣打人秀 那個時候酷炫是裡面的導演 就是裡面有一個老闆叫Pin哥 然後Pin哥每次都會請酷炫導一些他們的業配 然後就這樣子 因為我是公司的女演員 所以就會找我去演一些配角啊 然後演到後來變女主角 然後就因為這樣認識了反骨 酷炫孫生偉哥他們 然後就這樣我又去比賽 比完之後呢回來就沒有其他工作 因為我被淘汰了 酷炫就說那你來演反骨啊 然後我就一直演演演演演演 從2017然後就這樣演到現在 所以演到現在的過程很多人都會問說 怎麼我離開反骨或什麼的 可是其實一直以來我們的認識 就是本來就一直都不是 往我是反骨這個團體這一塊去走向 我們本來就是一個大家庭 就是大家就是需要我的話就會去演 然後不需要的話也就繼續做我自己的網路這一塊 只是因為有一段時間演出的比例戰比較重 所以我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經營我自己的頻道 對大家的認知就是我們就是反骨 可是其實反骨的組成一直都不會像其他團體一樣 是一個有簽約式的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簽約 又加上現在酷炫的經營模式 他是有簽其他網紅 比如說艾瑞絲 比如說雷拉或者是像最近有簽雨簽 然後因為我從2017年跟他們認識合作到現在 都是沒有簽約的狀態 所以事實上我會比較少出現在反骨 是很合理很正常的 因為本來公司的經營體系就是要 以前約的藝人為主 那我跟酷炫也有討論到這一點 然後我們兩個其實為什麼會說我沒有離開反骨 就是因為一直以來我們都沒有什麼 離開或加入的問題存在 所以千萬不要想說我們好像不好啊或怎麼樣 只是因為我們本來走的路就是不一樣的 我們只是繼續在往我們自己想做的事情前進而已 再來要聊家人 聊家庭成員的組成跟家人感情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問的蠻好的欸 因為我家庭跟我同小的故事影響我現在蠻多的 可是我從來都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五歲的時候我的爸爸跟我媽媽離婚 我的親生媽媽就離開我嘛 但是過沒有幾年我爸爸又再娶一個媽媽 然後所以對我來說我的人生中有兩個媽媽 一個是生我一個是養我的 很多人會問說為什麼我跟我妹長的不一樣 因為我們兩個是同父異母 這件事情我好像從來都沒有在螢光幕前講過 可是我覺得既然有人問到我就跟大家分享 聽起來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複雜 可是對我來說我覺得這也是成就為什麼 現在的我會一直這麼想照顧人 因為我可能小時候覺得我自己比較沒有得到這方面的滿足 比如說我爸爸跟我媽媽離婚之後 我就沒有親生媽媽的照顧嘛 然後之後又遇到第二個媽媽也很照顧我 但是我跟我弟弟就是等於是第一個媽媽生的 所以我以前的觀念跟我以前的心態可能也會比較沒有那麼成熟 我就會覺得會不會我第二個媽媽其實對自己親生的女兒比較好 或是什麼的 然後久而久之其實這些事情 如果你一直往這個觀念去鑽的話 你會永遠都不快樂 所以我長大以後跟我現在 真的是跟樓俊碩交往在一起之後 我有跟他聊到這一塊 然後他才跟我說 如果你永遠都是這樣想的話 你就永遠會在活在這個框框裡面 你就沒有辦法走出去讓自己更好 因為我覺得譬如說我 我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是16歲就自己打工賺錢嘛 然後也是因為我家境沒有到很好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很多事情 我一直往負面的地方去想的時候 我就永遠沒有辦法從那個洞衝出來 現在為什麼大家會看到說我跟我妹妹感情好像很好 或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們當初 因為我爸爸後來又跟我第二個媽媽離婚了 所以我跟我妹妹又沒有一起住 我覺得我算是對我來說 我自己心裡這塊算是在彌補 就是我不想要讓我妹妹覺得就是我跟她是不同媽媽 所以我離開她以後我們兩個就斷臉了 所以很多事情我覺得其實是沒有在螢光目前見面 但是雖然我的家庭是這樣 可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去多做聯想說 譬如說這是誰的錯或什麼的 因為我覺得感情就是沒有對錯 我只希望我身邊的家人都過得開開心心的 然後我現在有能力可以讓他們生活過的比較沒有不好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我承擔的責任很大 所以我也想要用我健康的心態影響到他們 然後事實上我也影響到他們了 就是我身邊的家人也過得很好了 我親生媽媽我現在回去繼續跟她聯絡 然後我第二個媽媽我們感情還是一樣很好 然後我妹妹也不會因為覺得自己不一樣 或是跟我不一樣她就會有所影響 因為我還是很照顧她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多一點的愛跟包容 然後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更好 不要因為你的家庭或者是你的家庭的經濟上 或是家庭的組成不美滿 你就一直活在這個裡面 然後所以我今天為什麼會這麼詳細的跟大家講 就是因為原來我也不是你們想像的那麼美好 就是我自己身上也背負著很多不同的東西 可是我願意去面對 然後面對以後接受 然後接受了以後 我再繼續往自己想做的事情繼續前進 所以相信你們一定也可以好不好 這一點是比較有一點為嚴肅 但是呢之後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再找我妹跟大家聊一聊啊好不好 這一題就先講 最後一題 初戀幾歲? 初戀17歲好不好 初戀17歲 這問題就這樣而已嗎? 初戀幾歲? 17 那和男友的感情? 和現在的男友嗎? 還是之前的男友? 和男友的感情如何維持? 這就等到我跟羅俊做疫情回答 第二集的感情QA好了 那今天的20萬訂閱QA 就在這麼嚴肅的話題中結束 大家應該會傻眼想說 怎麼突然聊這個 因為你們問我就講啊 因為我其實也沒有什麼好隱瞞的 我就想說我比較少這麼正經跟大家聊問答 然後也比較少人在我的頻道了解我 都是在各個不同的平台訪問我的地方才知道 所以我今天講的比較詳細 好,如果你喜歡我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30萬訂閱見 掰掰 我們本來看看 我們沒問題 我們有一個問題 我們要來做的 我們有一個問題